哈喽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如果是从Pod 1过来的朋友请举个手 不过我知道有一个指南来做这种总结 对于女生来说感觉就好像 不过放心 这期视频男生我也不会放过 潮流女子图鉴 Part 2 大家还记得那个工装男孩阿豪吗 对对对 就是那个裤子的衣服上面都没有logo 还背着个超市环保袋的阿豪 你知道吗 阿豪叫女朋友了 这位就是阿豪的女朋友 阿力 同样裤子的衣服上面都没有logo 还背着个超市环保袋 工装男孩背工装女孩 Damn 这简直就是我见过最浪漫的事了 感觉就好像 尽管我们相隔几千公里 尽管我们的相应不一样 但我们注定是要在一起 呃 反正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还记得那一天 阿豪送了一条 有很多口袋的工装库给阿力 从此阿力成为了工装女孩 阿豪成为阿力严重的张志明 不得不说 工装男孩是我见过最变态的一群人 他们脑子里无时无刻都在想着 如何把女朋友改造成工装女孩 最开始大家都是WhatsApp女孩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有些家有余田的便进化成为了 WoodTapes WoodTapes 但无论如何变 最终所有人都还是会成为游艺库女孩 唉 为什么我又Q到游艺库了 好吧 其实卡卡加上各式国潮工装店 就已经占据了90%工装女孩的衣柜了 总结一下 Vance Combers加上工装库是工装女孩的灵魂 上身一件朴素的纯色oversize短袖 或者衬衫 有时候加多一件从来不往里面装东西的多口袋马甲 头上再顶一片压舌帽 真正的工装女孩不在乎什么大长腿什么火辣身材 Fuck that shit 老娘是来办专的 不过不要误会 尽管工装是有公式的 但这些绝对不是工装 I need that shit 蛤? I need that shit I need that shit 欧美女孩是嘻哈女孩和健身女孩两姐妹的大表姐 喜爱欧美文化 要不大长腿加拿架线 要不风鲁加肥吞 不过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她们都没有眉毛 我再说多一次 她们都没有眉毛 这东西就好像一拳超人 当我变土了我也变强了 如果你想变得像欧美女孩一样性感 那你就不要再在意自己的眉毛的发亮了 你知道怎么画欧美风的眉毛吗? 把红线耳刻的logo翻过来 再粘上去就可以了 简单的一件Tentop 能秀出下肢力量的紧身牛仔裤 再加一双乱七八糟的运动鞋 同时欧美女孩很喜欢美黑 穿着比基尼哥沙滩那一座阳光又健康 在欧美女孩眼里 白白嫩嫩的东洋猛妹就像还没发育 裹得奄奄实实的工装女孩又太过尽力 她们追求的是女性对自我身材的自信 和自我态度表达的自由 因此欧美女孩通常都自带强大的气场 夸张的妆容清凉的打扮 每个人身边都会有一两个欧美女孩 而在国内主流审美下 她们又会显得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 甚至会受到身边人的议论 呃... 所以接下来你是不是觉得我要说 希望大众能把思想进步一下 不要太封建? 你妈的 人家根本看不到好吧 甚至你在微博上面议论也没有关系 因为欧美女孩通常都不怎么玩微博 她们都在ins上 所以每次打开ins我都会由衷的感叹一句 Damn 太好看了吧 你不是欣赴的老实人吗 第三个复古女孩 为了应景一点我先把BGM换一下 OK如果说潮圈男孩是神奇宝贝草地里面 随处可见的疙瘩和啵啵的话 那么复古女孩就是洞穴里面的超音符和地鼠 在日常大街上你可能一天都碰不着一两个复古女孩 但是如果你去清巴 古卓店 艺术展览 还有跳蚤市场溜大一圈的话 我可以保证你兜里的精灵就绝必不够用 复古女孩通常都会有特定时期的偶像人物 例如王祖贤 例如极用小百合 例如低俗小说里面的乌马瑟曼 因此复古女孩会模仿她们的发型 妆容 穿搭 甚至不惜前路爸妈衣柜翻出十几二十年没有穿过的衣服 同时她们也是古卓店里的常客 尽管通常她们只是进去里面溜大一圈拍两张照 然后就出来了 但这不妨碍她们对一切有历史感的东西感兴趣 她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寻找带有时代特色的东西 例如七星怪状的眼镜 长得像麻布的连衣裙 还有美国少先队戴过的红领巾 并且最好都是孤品 这就好像她们要拼了命证明自己不是现在这个年代的人一样 没错 现在时尚流行的审美在复古女孩眼里就是一场灾难 你看现在的人穿的都什么东西啊 想当年 想当年你也才刚出生好不好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你碰到了真正的复古女孩 我的意思是 真的会经常在古卓店里淘宝的复古女孩 那你千万不要去问她们 姐妹你的衣服在哪里买的 因为你得到的答案永远只有一个 我也不知道我在古卓店里面淘的 回答的同时还会带着一直难以察觉的小骄傲 因此当一群复古女孩凑在一起的时候 年代感便是她们比拼的项目 我这款90年代的 我这款70年代的 我这件刚出土 复古大波浪 复古红唇 比她年纪还大的裙子 哦对了 还有一部必不可少的胶片相机 这就是复古女孩 好了 接下来咱们来到第四个 韩风女孩 这个一听名字就觉得过气 大人 十大便了 让我们做一个暴风兵和韩风女孩的对比 同样极端公式化的穿搭 都喜欢简单的颜色搭配 并且大部分脸都长一个样 星球大战前传 韩风女孩的惊讽 韩世大衣 高领毛衣 白色长裤 韩风女孩在早几年数量暴涨的原因在于 韩剧的火热和穿搭的高强度可复制性 不用过于讲究面料的质感和简约的设计 使得成为一名合格韩风女孩的成本降到了最低 跟欧美女孩不同的是 欧美女孩不一定去过欧美 但韩风女孩一定去过韩国 去吃啤酒炸鸡 去逛街 去看偶像男孩 并且更可怕的是 她们还真的想套到偶像男孩 身高1米8 白地塞进裤子里 加一件纯色衬衫 窈窕淑女的身边只能站着一个偶像男孩 不过就像民谣转嘻哈一样 现在风向变了 大部分的韩风女孩都已经转型成为了 优衣库女孩 日本人这方面比较有经验 因此剩下小部分死守阵地的韩风女孩 也只能每天默念 中韩友谊靠日本 好了 咱们来到最后一个包包女孩 我想包包女孩对于直男来说是最容易理解的 因为包包女孩就跟玩鞋的兄弟一样 他们的眼里只有包 球鞋男孩 优衣裤重设T59元 GAP的牛仔裤 299 WAKO DOA JORDAN ONE 各位女生千万不要尝试去理解 因为这其实就是PM上衣 1229 ZARA裤子 229 WAKO EveryPetty Mel 对于包包女孩来说 包的颜色 大小 款式 都有固定的场合 上班用的包 买菜用的包 约会用的包 约会时突然想去拉屎 里面一定要装得进一包纸巾 但又不能被对方发现里面有一包纸巾的包 Something like this 这他妈连手机都放不下 除了新款包包以外 包包女孩也十分热衷 遇到各小古着店里面淘一些中古包 像Chanel Fendi 许多二手包价格也都持续要2000到5000元 不过无论如何 我还是要说 包包女孩比球鞋男孩要好的一点是 他们买包之后是真的会背出去的 哪怕就一次 而球鞋男孩则更像 花几千块钱把鞋子买回来 放进一个透明的盒子里面当背景板 大哥 你想要背景板的话我教你啊 你把球鞋打印出来贴在盒子上面不就得了吗 我知道我知道 其实球鞋和包还有手表 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人的一张名片 透过这些东西 我们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爱好 有一个自己热爱的东西 并且持之以恒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 但潜意就是不要过度消费 好了就这么多 希望这期视频也能给各位带来欢乐 如果想看下一期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加转发 那么我是草丹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Peace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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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 7 10 9 10